第十课 基督的身份和工作 经文是哥罗西书 一章十五到三十二节 我们用的是新语本 开始前我们有个简单的祈祷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你让我们认识到你 你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我们请你带领我们这段《茶经》的时间 我们要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面 加添我们力量 能够活出见证 荣耀主你 我们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开始《茶经》之前我们听一首诗歌 《復活的主》 基督是荣活的真神 再十字加上留着那牺牲的抱血 赦罪结症 让我们重生 让我们每个心 专一的去潮见你 耶稣基督是荣活的真神 专一的去潮见你 耶稣 永活真神 你是圣经尊贵 满有荣光 来高歌赞美你的高速大能 十字加上留着那牺牲的抱血 送江西为人 舍着结情让我重生 《復活的主》 《復活的主》 彰显永生盼望 《復活的主》 彰显永生盼望 永活真神 永活真神 你是圣经尊贵 满有荣光 来高歌赞美你的高速大能 十字加上留着那牺牲的抱血 耶稣基督是荣光 江西为人 舍着结情让我重生 《復活的主》 彰显永生盼望 我愿同地这十家活着波 再适逅旧日的荣光 十字加上留着那牺牲的心 再适逅旧日子 欺生的套票 要赦罪 潔正 让我重生 欺生的套票 再死 求一的爱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红色好姐妹为我们读经 经文是《歌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 有请红色好姐妹 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 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知常 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无论是庄皇位的或是作主的 或是质政的或是掌权的 都是本着他做的 万有都是值着他 又是为着他而做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 他是身体的头 这身体就是教会 他是原始 是死人中 首先 伏身的 好让他在凡事上该守卫 因为神乐而使所有的 功成都自在爱子里面 并且并且值着他在实志架上 所留的缺成就了和平 此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 都值着他以神获好了 虽然你们从前也是和神夹着 虽然你们从前也是和神夹着 身思上与他为的行为邪恶 但现今神在爱子的欲身上 值着他的死 使你们与神和好了 为了要把你们这些 圣洁无瑕疵 无可指责的人 呈献在他面前 指示你们要上前信信 根基稳固 不受动摇 偏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里没听过了 也传咳了天下万民 我保罗也作了 这福音的福亦 基督的身份和功集 耶稣基督有超然的身份 他是创造的主 超越万有 是宇宙的维持者 也是教会的头 神借着他的死成就了救赎 叫人和神和好 我们既然与神和好成为圣洁 就要坚定持守福音的信仰 不要被这个异端的牵引 失去了福音的盼望 今天集作有七条 答案都可以在经文中找到提示 下面有七个答案 七条里面都是从其中简选出来 我们来看看 第一条 耶稣基督在一切被造之先 什么是靠他而立 提示是第十七节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一同靠他而存在 第二条 耶稣基督是什么全体之首呢 提示在第十八节 他是身体的头 这身体就是教会 他是原始 是死人中首先復生的 保养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所以答案是 没错了 答案是G 教会 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 第三条 什么是从死人中首先復生的 第十八节 他是身体的头 这身体就是教会 他是原始 是死人中首先復生的 保养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所以答案是 没错 A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 从死女首先復生的 第四条 神借着什么 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叫万有与自己如何呢 提示是二十节 并且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 都藉着他与神和好了 所以答案有两个 对了 答案是A和D 神借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叫万有与自己和好 我们看第五条 我们从前与神如何 因着乐幸心里与他为敌 提示是二十节 虽然你们从前也是和神隔绝 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 所以答案是 C 隔绝 我门从前与神隔绝 恩着乐幸心里与他为敌 第六条 基督的救赎 叫我们与神和好 并且成了什么 没有瑕疵 无可指责 我们看二十二节 但现今神在爱子的肉体上 直觉他的死 使你们与神和好了 为了要把你们这些圣洁 无瑕疵 无可指责的人 呈现在他面前 所以答案是 没错 答案是F 圣洁 基督的救赎 叫我们与神和好 并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指责 好 最后一条 第七条 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行心 根基稳固 才不至于被引动 失去什么盼望 二十三节 看看 只是你们要尚传信心 根基稳固 不受动摇 偏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你们听过了 也传给了天下万民 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符役 所以答案是 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行心 根基稳固 才不至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今天的金句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首先读一次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 他是身体的头 这身体就是教会 他是原始 是死人终首先复生的 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哥罗西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好 我们看有什么字要留意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 他是身体的头 这身体就是教会 他是原始 是死人终首先复生的 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好 我们先读一次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 他是身体的头 这身体就是教会 他是原始 是死人终首先复生的 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哥罗西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好 生活教训 一 我们要赞美万有的创造主 单单的敬拜他 二 基督做了我们 并一直的眷顾保护我们 二 又为我们承受救恩 我们要献上冲心的感激 三 要多读圣经 明白真理 认识神 不被异端迷惑 四 要凡事顺服主耶稣 并在生活中荣耀他 在以上三和第四项 你会在哪方面去实践呢 我们祈祷超越万有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愿意为了救赎我而牺牲自己 成就救恩 求主帮助我行切的追求 认识真理 坚定不易地去顺求你 不被异端迷惑 并在生活中凡事顺服你 荣耀你 直到见你的面的时候 可以蒙你月立 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门 好 今天的课内容已经结束了 下次再见 拜拜